欢迎继续收听《斗破苍穹》第148回 一天的时间,在硝烟那迫不及待的心情中,缓缓地度过了。 当第二天,夜色逐渐笼罩大地的时候,那盘坐在山崖的一处突出的石岩上的硝烟,缓缓地睁开了眼睛。 伸出手来,感受着天地间那逐渐变得冰凉的空气,顿时,脸庞上流露出一抹满意的笑容。 站起身子,硝烟抬头望着那黑沉沉的天色,或许因为暴雨即将来到的缘故,现在的天地间被一片压抑的气氛所笼罩着。 再次观察了一下天色,硝烟脚尖轻点石面,身体矫健的跃进了下方的那处山洞里,行至山洞的中央,然后缓缓地盘腿而坐。 似是感应到了外界的天色,戒指之中的药脑也是在此刻飘了出来。 伸出手掌,在前面虚抓了几把,旋即微微点头,轻声地说道。 呵呵呵呵,不错,或许是因为天气转变的缘故,现在空气中的热量已经被压制到最低点了,正好适合吞噬一火的气候环境。 那,现在开始? 嗯,再等等,午夜时分才是一天之内寒气最重的时候,那个时候再动手吧。 微微地摇了摇头,要老飘至山洞的洞口,望着黑沉沉的天空。 硝烟点了点头,没有再开口,盘坐在巨石之上,眼眸逐渐的闭拢, 开始将那颗紧张的不断跳动的心安抚下来。 黑沉沉的天空,略微带着些寒气的清风刮过,在山林间带起一阵哗啦啦的声响。 重重的黑云之中,在某一刻,咔嚓,沉闷的雷声忽然在云层中响起来了。 滚滚的响彻着山林,雷声过后不久,一道巨大的银色的闪电,猛的自云中穿梭而出。 明亮的银色的光芒,犹如把天地分开了一般,顿时把黑漆漆的山林照了个通透。 不过只是一刹那,站在山洞的边上,要老望着那忽然间便是电闪雷鸣的天空伸出手来。 只见窦大的雨滴,噼里啪啦的从天际飘落而下。 一时间,整座山林都是响彻着那雨滴砸在树叶上发出的哗啦啦的声音。 嗯,开始吧。 迎面一阵寒风吹来,要老缓缓的吐了口气,微微偏过头来,望着山洞内部的硝烟,轻轻的说道。 文言紧闭着眼睛的硝烟睁开,将目光向外边那道被闪电照的颇为明亮的山林,看了看。 他深吸了一口气,重重的点头。 希望你能成功吧,吞噬一火,进化功法这个过程,我帮不了你半点东西,所以一切都只能靠你自己。 要老背负着双手,仰头望着天空上的电光的银蛇。 沉默了许久,低沉的声音伴着阵阵的雷声在山洞内飘荡着。 在这里,我想说点事。 虽然你曾经吞噬紫火,成功进化了一次功法,不过按照卷轴上所说,只有不断吞噬一火,才有可能使得功法进化到真正的高洁。 可一火这种毁灭之物,究竟是能否让人吞噬这个斗气大路上,恐怕并没有多少人确切的知道。 包括我,你是修炼坟的唯一的人。 所以,他是否具备成为天阶功法的资格与潜力,便要需要你来衡量了。 说到此处,药老的眉头紧皱着,扮上后,淡淡的说道,如果进化失败了,那么这焚绝功法或许的确是有些问题的。 而到那个时候,便放弃这种功法吧。 没有了进化这一项功能的焚绝,价值顶多只能和一卷玄节功法相放。 消炎微微的垂头,谁也看不清他的表情。 绣袍下的拳头紧紧的握着,哄! 一道雷霆从天际闪过,轰隆隆的雷声在山林中滚滚的回荡着。 在雷声响起的时候,消炎的身子微微的颤了颤,他缓缓的抬起头来,望着那站在山洞门口的苍老的背影,经过几年如影随形的陪伴。 老人的身形似乎越发的勾搭了。 宁望着老人在闪电之下显得极为渺小单薄的身躯,消炎忽然轻轻一笑,温和的声音在山洞内部响起。 老师,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,怎么还说这些丧气话呢? 就算这一次进化功法失败了,我想,我或许依然不会放弃他。 您说过,他是我踏上巅峰强者的必需品,再者,老师您的躯体还需要进化坟绝之后产生的火焰,才能够断织。 如果我放弃了修炼坟绝,那么也就等于放弃了您复生的希望啊。 背后响起少年温和的笑声,让他要老身体骤然紧绷了起来,他深深地吸了口气,缓缓地抬起头来,浑浊的老眼中,在银色闪电的反射下,隐隐擒着感动与欣慰的泪花。 既然你坚持,那么,我的好弟子安心修炼吧,我相信你能成功。 手掌抹了抹眼角,要老笑了笑,然后副手仰望着无尽的漆黑的夜空,略微沉默,低声难难地说道。 而且,就算这功法真的不能吞噬一火,老师也会想尽一切方法,让你成为那巅峰的强者。 干枯的手掌,轻飘飘地打在山洞的旁边,一阵裂缝蔓延而出,旋即巨大的石头轰然砸下,转瞬间便是把洞口堵得严严实实。 天头望了一眼被堵死的洞口,要老的身体漂浮在一处山岩上,任由那雨滴穿过虚幻的身体,安静地筑立在漫天银蛇之下。 他等待着少年的成功,漆黑的雨夜,磅礴的大雨,袭击着山林,狂风携带着乌啸之声,在林中哗啦啦的响起。 偶尔天空上一声惊雷的响起,轰隆隆的巨声,在山巒中荡漾不息,余音缭绕。 黑压压的天空之上,银蛇闪磋,噼里啪啦的声响不断地响起,刺眼的银色光芒每隔一段时间便是把漆黑的山林照耀得如同白昼。 在那山市险峻的山崖间,苍老的人影,副手而立在一处尖锐的山石上,苍老的面旁,面无表情地盯着天空上电闪雷鸣。 略为钩楼的身子,就如同是一株不老松一般稳稳地筑立在悬崖之上,颇有几分任地雷霆暴动,我自窥然不动地淡然的气势。 然而,若是细心观察,则是能够发现,每当老人的目光飘向不远处,那堆被碎石遮掩的洞口的山洞时,那犹如鹰爪般的手掌便会不自觉地猛然地紧缩。 好片刻之后,方才再度地回复。 老人耸立在雷电之中,并未开口说半句话,就这样沉默地仰望着天空,偶尔目光早向山洞,不过仅仅是停留了一秒钟,便是悄悄地移了开去。 那小心的模样,就像生怕多看一眼,便会打扰到山洞中少年的修炼一般。 漆黑的夜,在雷霆交加中缓缓地度过,而那山林也是被雷霆闪电毫不吝啬地蹂躏了一夜。 带着黑夜,逐渐地散去,一丝黎明的尘灰从东边的天际,缓缓地射出来。 整个山林顿时露出了那千疮百孔的凄惨的模样。 一轮圆日,从东边的天际缓缓地升起来,淡淡的温暖的光芒洒落在大地上,为了遭受了一夜雷电蹂躏的山林,带来了些许活力与朝气。 怂立在山岩之上,药老偏过头,望着那缓缓升起的一轮圆日,眼角在瞟了瞟那依然安静的,没有丝毫反应的山洞。 绣袍下的一双手掌顿时紧紧地握起来,眼角忍不住轻轻抽出了几下。 药老深吸了一口清晨那清新的空气,努力地想要使自己平静下来。 可那盘旋在心中的一抹焦虑,却始终难以让他恢复以往那般的淡然。 略微干瘦的食指轻轻敲打着手臂,而随着时间的推移, 山洞之内依然没有半点动静。 当下,那本来尚有些节奏感的敲打,顿时变得犹如此时要老的心境一般,乱套了起来。 起点中文网版权所有,唱听网荣誉出品。 出生的太阳,缓缓地形至了小半个天空,温暖的阳光此时也略微有些炙热起来了。 而在这般的环境之下,要老心中的急躁更是悄悄的,变得浓郁了一些。 再次静等了片刻,要老那敲打着手臂的食指猛然一顿,浑浊的老眼也是逐渐散发出些许凌厉的气势。 显然,经过一夜的等待,此时的他已经不打算再继续这般漫无目的地等下去了。 随着要老手指的顿住,一股雄魂的强悍的气息,缓缓地自他的体内生腾而起。 雄魂气息所创造的威压,直接让着盘旋在高空之上的几头飞行魔兽,惊恐地尖叫着逃离了这个让他们感到恐惧的地方。 就在当教老准备强行进入其中一探究竟的时候,那安静的山洞内,终于是出现了自昨夜以后第一次的异动。 山洞内部,一股凶悍的能量波动,猛地扩散而出,旋即被山壁拦截而下。 顿时,一道道巨大的裂缝,在山壁上快速地蔓延了出来。 站在山沿上,要老望着那忽然蔓延而出的裂缝,紧绷的脸庞略微松懈了一跳。 既然还有动静,那么里边的人至少还是安全的。 在先前那道能量波动传出之后不久,又是有几道更加凶悍的能量波动扩散而出。 在这一道能量波动的撞击之下,那坚硬的山壁明显已经变得有些摇摇欲坠起来了。 啊,究竟是怎么回事啊? 望着那即将看他的山洞,要老的眉头再度紧皱起来,他有些疑惑的喃喃一声。 就在要老茫然之际,一道堪比昨夜怒雷般的炸响,猛的在山洞中响彻而起。 哼! 随着这次能量的波动奇迹,那本来已经进入崩塌状态的山洞,随着一阵阵轰隆龙的巨响,山洞猛的朝中心位置凹陷了下去。 一堆堆巨石狠狠的砸落而下,转瞬间便是把山洞累积成了一个乱石缸了。 望着这忽然出现的一幕,要老的脸庞,微微的一变,脚尖在山岩上轻点,身形急忙对着崩塌的山洞外部,略飞而去。 然而,就在当要老即将下落到乱石之处时,青色的火焰猛的自乱石下暴涌而出, 顿时那一大堆庞大的岩石便是飞快的化成了一滩滩的溶浆。 脚尖轻点着虚空,要老强行止住了下落的身形,将那陷入狂暴状态的青色火焰躲避了开去, 旋即满脸凝重与茫然的望着漆黑的山洞之内。 山洞之内,一声灵力的嘶吼声带着几分嘶哑,忽然犹如那受伤的野狼一般,大声的咆哮了出来。 随着这吼声的响起,一股叫至先前更为恐怖的青色火焰猛然自其中席卷而出。 任何抵挡在他前面的东西都被这霸道的青色火焰焚烧成了液体。 啊,果然出事了。 听着那蕴含着痛楚的嘶吼声,要老的脸色顺时变得极为难看了起来,他嘀嘀骂了一句,森白色的古灵棱火迅速覆盖身体, 然后强行穿过那青色火焰,闪电般的略进了那已经破坏的一塌糊涂的山洞。 落下地来,要老的目光急忙在山洞内扫过,最后的眼瞳微缩的停留在不远处,那双脚跪地,垂着头不断用拳头狠狠怒砸着石面的少年的身体上。 此时的消炎,全身的衣服已经近乎被烧毁了一大半了。 或许是因为先前皮肤被强化了许多的缘故,所以现在看上去,到处虽都是血痕,不过却也仅仅只是一些小伤而已。 似乎是察觉到要老的进入,萧炎艰难地抬起头来。 那张原本是精神的脸庞,此时已经近乎完全惨白了。 扭曲的脸庞,看上去颇为的可怖,一抹刺眼的血迹在嘴角浮现着。 压关紧咬间,丝丝的鲜血从牙银里渗透出来。 他身下那块坚硬的岩石,此时已经被他用拳头生生砸出了宛如蜘蛛网一般的裂缝。 目光飞快地扫过萧炎,那因为忍受着巨大疼痛而扭曲的脸。 要老干酷的脸皮也是微微抽搐着。 能够把自己的自制力以及耐力都极为出色的萧炎逼成这副模样。 难以想象,这是一种何种恐怖的剧痛啊? 孩子啊,放弃那该死的东西吧,咱们不计划了。 望着萧炎那越来越惨白的脸庞,要老心中一寒,急喝道。 他没想到这坟爵在吞噬一火的时候,竟然会造出这般让人发疯的煎熬。 老师,没,没关系,我还能忍受。 萧炎的眼睛怒瞪着,死死地咬着牙,含糊的死雨从紧绷的牙齿中传了出来,拳头再次狠狠地砸着石面,顿时这块巨大的岩石竟然轰然爆裂开来。 颤抖着满是鲜血的拳头,萧炎的手掌紧紧扣在一块岩石的边缘上,略微有些锋利的岩石边,把萧炎的手掌划出一条口子,鲜血流淌而出,把那块石头都渲染成刺眼的阴红之色。 我说够了,望着萧炎的鲜血淋漓的手掌,药老脸庞微怒,一声怒吓,脚掌重重地踏在地面上,顿时身体猛地对着萧炎爆射而去。 哼,就在药老对着萧炎爆掠而去时,那跪在地面上的萧炎,身体猛地一颤,铺天盖地的青色火焰,自其体内暴涌而出,然后对着药老席卷而去。 凭借着庞大的数量,竟是生生把药老拦截了下来。 老师 朋友们,遇之后事如何,敬请收听《斗破苍穹》第149回 欢迎加入小桑同学交流群 一群105081369 二群160124178 三群136358417 和生子一起聊斗破 欢迎加入小桑同学交流群